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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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于都宫饺子的由来据说是在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 原本派驻在中国大连与长春一带的日本士兵回到于都宫后 因为想念在中国的锅贴 因此运用东北所学的锅贴做法 在家乡开启了水饺摊 没想到大受欢迎 而就这样在当地传播开来 这个是他的menu 他有这种一般的水饺 还有就是算是锅贴的意思 然后他都是同一种口味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饮料 还有小菜 他从进来然后点餐到饺子送来的那个制作时间 差不多是五到十分钟 所以再加上吃的时间 可能就会花了半小时或四十分钟 所以才知道说 为什么外面那些人会排队排这么久 这是他的水饺 是绿色的好特别哦 这是他的尖饺 全部都是可以加这些调味料来吃的 然后他还附上了一杯 这我不晓得是什么 应该是绿茶吧 绿茶有这么绿吗 哈哈哈 吃完饺子之后呢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然后我现在到了日光东造工这里 这边是他们的停车场 走进来就会看到这个 日光东造工伍德殿 这块石头 然后呢 他的旁边就是这个 这间里面还有上岛咖啡 我觉得他很漂亮的是这个屋檐 做得很壮观 你们看他的屋檐有两层 哇那种那种感觉 就很日式风格 加沙旁边的树都很高大 就是觉得特别的有那种氛围 他这个进来里面的右边是上岛咖啡 然后左边是东造工博物馆 应该算是博物馆 就是有德川家康的一些东西的一个展览 另外一侧的这边 还有可以参观的地方 这边是中文念 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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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我剛才先走去的地方 好像只是它其中一個分點 然後我好像是從邊邊走進去 我現在這個後面才是它真正進去的地方 大人的話一個人是日幣1300 這個就是很有名的日光東照宮山園 山園就是三隻猴子 它這邊第一個圖案就是有寫 也不是有寫 有畫 就是雕刻 就是猴子媽媽帶著猴子小孩 然後呢 小猴子長大之後就是有夥伴一起玩 然後一直在更長大一點 他就會遇到一些困難 他的人生的煩惱 猴生的煩惱 然後呢 這個就是好像就是結婚 然後最後又生小孩 應該是這樣吧 我在這邊看到一台相機 是他們工作人員的 然後又看到這個牌子 世界遺產 日光東照宮 我才知道說這裡是世界遺產 不然我以為它只是一般普通的神社 我真的是 有眼不視泰山 就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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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